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法雷他传给蛇利佛 蛇利佛再怎么传怎么传 就传到偏境天 偏境天把这个法雷在藏在一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然后发现这个法雷 把这个法雷再挖出来的 竟然是钟哥巴 钟哥巴把这个法雷拿到以后 他交给他的一个弟子 这个弟子的名字现在我不讲 他拿到这个法雷 钟哥巴对这个弟子讲 你这个法雷拿到哪里去吹 吹的响的地方 你就见一个事 结果这位弟子走走走 走到了现在的这个西藏的 蛇蚌寺的地方 蛇蚌寺的地方 他到那里把这个法雷吹响 吹响 这位弟子就是盖了一间蛇蚌寺 先盖的就是西藏三大寺的蛇蚌寺就盖起来 这个都是有因缘的 我现在讲到偏经天 手上有一个法雷 这个法雷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雷 他会吹得很响 印度三大神 西瓦 大方 一个是破坏神 一个是创造神 一个是保护神 你说保护神怎么保护啊 本来大环天啊 他本来有五个头 五个头的 现在变成四个头 变成四面神 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You don't know I know You don't know 那个时候是 大环天在 众神都在 西瓦也在 破坏神也在 大环天跟西瓦比赛法力 比赛法力 那个怎么比啊 法力怎么比啊 能够比 这个两个人 大环天说 我的法力大 西瓦呢 就讲说 我破坏神的法力最大 你创造神的法力 还不够我破坏神 大环天比较 人词啦 是君子 那破坏神呢 也不能讲是 也不能讲小人 是大人 是大人 不是小人 但是呢 有些讲话 有些人讲啊 先下手为枪 后下手遭殃 不下手的 更遭殃 大环天就是没有下手 这个当初的时候啊 西瓦一把剑拿出来 一砍 就把大环天的头砍来 砍掉一个 所以现在大环天 只剩下四个头 就剩下四个头 这个西瓦 破坏神 还要再继续砍 这个保护神啊 他就这样子啦 他说这样子啊 这个 欺负一个君子 大环天 是不好的 那他出来了 他就是保护神 他把法雷啊 刨出来 就响了 这个 希望 他就听不到一切声音 听不到一切声音 但是他看得见 这个剑就拿起来 又砍大环天的头 这个时候 保护神啊 平静天 他又把他的莲花瓣啊 丢两叶下来 这个两叶下来的莲花瓣 就遮住了 这个希望 破坏神的两个眼睛 但是他中间还有一个眼睛啊 希望有第三眼啊 他中间还有一个 他中间那个眼睛啊 他看不到那个 大环天的头啊 就砍不下去 但是他中间那个眼睛啊 就火就奋出来 这个烧这个大环天 这个时候啊 这个偏近天 就拿着他的金刚锤啊 抛了金刚锤 这个金刚锤 就要打到他的这个第三眼 所以破坏神 他很快的 跑得快 跑回喜马拉雅山 这个珠穆朗雅后 这个跑到那个最高山去 你说三个谁的法力大 平静天的法力很大 大环天还是希望所生出来的 你看我们佛教的所有的天啊 你看欲界天最高天是大自在天 就是希望 再上去 就是凡天 色界天 色界天就是凡天 大凡天就是在色界天 再上去 色界天三禅 就是平静天 一切都是光明 还是偏近天的天界 比凡天还高 所以当初的时候 偏近天 有的你到尼泊尔去看 所谓的这个保护神 躺在一个水面上面 他有一个露出一个妒忌眼 那个妒忌眼啊 长出来的是一斗莲花 莲花上面生出大凡天 所以大凡天 还是偏近天所生 创造神还是保护神所生出来 保护神一共有十个法神 第九个法神 在印度教讲是释迦摩尼佛 那佛教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佛陀的本身的物境 非常的高 无上正等正结 没有比佛陀再高的 在印度教 他讲的 这个保护神的第九个法神 是释迦摩尼佛 是释迦摩尼佛 是佛陀 那是印度教讲的 那么我们在佛教 我们最高的教主 是释迦摩尼佛 那么我们释迦摩尼佛 他得证的是 无上正等至正觉 没有比这个再更上的 在这里如果有印度人的话 因为佛教当然认为佛陀是最高的 释迦摩尼佛是最高的 那么印度教认为三个大神都是很高的 那么西瓦的法力也是非常高的 也是非常高 破坏神的法力也是非常高的 大家想一想 一个是创造 一个是破坏 一个是保护 这世界上的 所有一切的哲学思想 全容纳在这三个当中 你看吗 不是创造 就是破坏 然后就是保护 除了这三样以外 还有什么呢 这三个就是最大的哲学 所以我们不只说我们天上有破坏神 有保护神 有创造神 人间也一样 其实它就是人间的哲学 创造破坏保护 就是这个就是人间哲学 也就是印度最大的哲学 各位观众 联身法王卢盛宴将在12月15日 台湾雷藏寺亲自主坛 金刚萨斗护魔大法会 同时台湾雷藏寺精心制作的 鬼四年农民力工作手册已经出版 欢迎您结缘护石 他的宠物就是大鹏金吃鸟 大鹏金吃鸟 大鹏金吃鸟 奥 别扎 咬鱼打 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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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保护神的 西化 西化 大家知道的 破坏神 就是一只大白牛 大的 白色的牛 这个 破坏神 另外大环天 就是鹅 白鹅 白鹅 他有很多只的白鹅 做他的坐骑 他们各有宠物 师尊有没有宠物啊 有宠物 但是不能讲 以前一个笑话 妈妈的宠物 他喜欢养一只狗 这个 哥哥的宠物 他喜欢一只鹦鹉 姐姐的宠物 喜欢一只猫 这个 弟弟的宠物 他喜欢乌龟 他叫乌龟 巴巴的宠物 大家都讲不出来 最后 最后 终于讲老师问 他就讲 福利金 巴巴的宠物 这不能讲太多笑话 因为时间不够 好啦 我跟大家讲 大盆金之鸟 他有一种流法 他有一种流法 就是你跟片金天合起来 是要念片金天的咒语 跟大盆金次鸟的咒语 二十万遍 你念一万遍的时候啊 哪一个米下来 哪一个米啊 这个米粒 哪一颗米 念两万遍 哪两颗米 念三万遍 哪三颗米 念四万遍 哪四颗米 念五万遍 哪五颗米 念二十颗米 就是二十万遍 二十万遍 包括片金天的咒 跟大盆金次鸟的咒 才可以有作用 这个时候啊 你观想哪里 有种流 你身上哪里有种流 大盆金次鸟的嘴 进到你里面 含住那一颗种流 把它拿出来 放到米里面 放到你念完二十万遍的米里面 然后你对着这个米 哈一口气 哈气 不是吐气 吐气 吐气是 呼 哈气是 哈气属于内气 哈 是内气 你把呼吸的气吐出来 没有用 那不是内气 呼 那没有用 要哈气 哈 哈在二十个米上面 你观想 你观想 大盆金次鸟的嘴 进到你的肿瘤的地方 一个一个把它摇出来 放在米里面 你身上有多少颗肿瘤 你就摇多少次 把那个肿瘤 全部移到米里面 哈 在米哈一个气 你念咒的时候 要结 偏近天的手印 偏近天的手印才可以 念咒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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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一万遍 两万遍 三万遍 最后 截偏近天的手印 包住了 那二十粒 再哈气 哈气 哈一口就可以 然后你把这个米拿走 二十粒米拿走 跑到一棵大树 或者你在大树旁边做法 那个大树啊 如果有洞最好 没有洞 你要挖一个洞 大部分的树都有洞 没有洞的 你挖一个洞 然后把二十粒米放进去 再哈一口气 你要做这个法的时候 要念七遍的 偏近天重 平时你就要念满二十万遍 要做这个法的时候 你截手印 念七遍 哈一口气 再把二十粒米 放进这个树洞里面 然后再截手印 念七遍的 偏近天跟大盆金次鸟的咒 再向树洞哈一口气 你再把泥土 黏土 黏了 黏土 塞在这个洞的洞口 把它扶平 你身上的肿瘤 你身上的肿瘤 根瘤 肿瘤 就从你身上移到这一棵树 这一棵树 会长出你的肿瘤 从那一天开始 你的这个指数 就会一直降低 一直降低 一直降低 一直到没有 那一棵树 会长出肿瘤 树本来就长瘤了 让它多长几个 没有关系 我们人不能长肿瘤 一长肿瘤 就会叮叮 叮叮就完了 那么这个做法呢 你必须要念二十万遍 记住 二十万遍的 偏近天保护神的咒 跟大盆金刺鸟的咒 二十颗米 做法的时候 你绝对要结 偏近天的手印 哪一个 站起来结一下 偏近天的手印给大家看 联名上师 大家看他的手印 那个手印呢 就是偏近天 大盆金刺鸟上面做一个人 叫做偏近天手印 其实是大盆金刺鸟的嘴 把你身上的肿瘤给它咬出来 放在二十丽米当中 二十丽米 再移到树洞里面 解手印 照样练七遍的 偏近天的咒 跟大盆金刺鸟的咒 你也可以观想 你的流 就是进到这 有鸟 大盆金刺鸟的嘴寒咒 又进到这个洞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树洞轰起来 用泥土轰起来 将来那边会长出一个树流出来 那个就是你的肿瘤的纪念品 这个就是移肿瘤法 移肿瘤法 把肿瘤从你身上移掉到树里面的方法 这个方法只有灌顶过的人才有效 没有灌过顶的 在网路上看的 统统没有效 你就是说知道这个法 你没有灌过这个顶 没有效的 有的人以为哪了照片来啊 这个跟着照片这样也 照片也灌了顶 他就认为已经灌顶了 那个不行的 那个 看你运气啦 看你运气 看看是不是你有灌到顶 你灌到顶了当然就有效 没有灌到顶就没有效 你必须要灌这个顶 你才能够做这个法 没有灌到这个顶的 做不了这个法的啦 那边今天很厉害的 他由他跟大鹏金翅鸟配合 大鹏堂的堂主有没有来啊 没有看到啊 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他最重要的法吗 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他最重要的法吗 没有说 大家不知道这个法是这么好用 不知道啊 这个法这么好用啊 但是 我跟大家讲 医生跟你讲 要化疗或怎么样 化疗其实 很难讲啦 也有好也有不好的 有的化一化 真的被他化掉了 没有化疗 还不至于那么快就化掉 一化疗他就化掉 但是化疗还是很重要啊 对不对 然后吃药重不重要 也重要啊 吃药当然也很重要 你这个像这个现在流行 吃这个B17 B17啊 当然这个像B17这种维他命啊 是有些国家是不可以用的 但网路上他会教你 B17 对肿瘤 对肿瘤 好像也有一点用处 我不是医生 我不是医生不能讲说百分之一百的 这个总之人家讲说B17 对肿瘤也有效 你不妨也可以吃B17 试看看 反正那个肿瘤到三期四期啦 二期啦 很严重的啦 这个人家讲说吃B17 很有效 可以降低这个 这个爱的指数 肿瘤也会变小 这是还有化疗 有的好 有的坏就没了 这个 也是很难讲的 那么师尊讲的这个法 这个 只有我们在做的 可以用得着 没有在做的 没有在做的 他是用不着的 至于非常严重的 已经接临边缘的 我也不敢讲 我不是想说你们今天回去啊 赶快念啊 念这个偏静天二十万遍 大鹏金四鸟 这个二十万遍 那麽他第二个法 很多人生产都有问题 有时候生产的时候啊 出了毛病 妇女生产 他专门保富产富的 你送咒二十万遍 以农历十五日木役做定 送咒七遍捷印 放白花以妇女的顶 放白色的花以妇女的顶 送咒一样二十万遍 在农历十五日 在农历十五日 每个月的农历十五日 是只要一个就可以 他已经有孕了 那么他去沐浴 然后做好 送咒七遍也是捷印 放白花以妇女顶 神男的 已经知道有孕了 好 那没有来的 没办法啦 他全部生你的啦 但是因为有人想生你的啊 怎么办 晃红色的花以妇女顶 他沐浴好 然后做定 穿干净的衣服 送咒七遍 首先也是要二十万遍 咒法的时候送咒七遍 晃红色的花 以那个产妇的妇女顶 那时候就生你的 求男可以得男 求你可以得你 没有来的求不得 好 你们上师回去啊 给人家做法 这样子 那个妇女要求男的 要求女的 你叫他念二十万遍 做法 他穿白金的衣服 洗好澡 农历十五号 洗好澡 做走 你放一个白色的花 念奏七遍 放在他的顶上 要男得男 要女得女 而且生产通宵都是平安的 好 这样可以买 最好的 没有来的 对不起啊 从此以后 大凡天 跟这个 这个 保护神 偏进天 都不在灌顶 都不在灌顶